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同学们是都不喜欢补课的 因为补课班里的作业实在是太多了 周末的休息时间也大大的减少了 睡眠时间也不够睡不饱 所以我们都是不喜欢到背面补课的 在新规定出台之后呢 我们对于教学生的变化也有一些调整 对于家长的这个理念呢 可能也会发生那些变化 他们会更多地注重艺术系的教育 来学习八六五的小教育更多一点 他们可以通过在孩子的学习舞蹈当中 培养他们艺术情操呀 然后主要是可以舒缓他们学业带来的压力 我觉得他的这样一个培训治理政策 也是对公众的公众忧虑的公众关切的 一个非常积极的回应